大家好 我是文睿 最近的彭帅的这个事情 它是愈演愈烈 整个这个事件的发展 肯定超过了很多人的这种想象 那么它在未来会怎么走向 现在也很难说 但是我觉得 它可能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会对中国这个体制造成很大的冲击 现在整个中国这个体制 应该说相当的不稳定 相当的脆弱 你给它一个很小的力 不论是你在哪个位置 在哪个角度 哪个方向 给它一个很小的力 都有可能产生一系列的连锁的反应 最后让这个体制产生动荡 甚至最后整个体制倒下 我觉得我这个话说的并不夸张 你包括这次彭帅的这个事情 再这么发展下去 真的会对北京 对中共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你说会不会使这个中共倒下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 也不能完全排除 那么我为什么这么说 咱们一条条来看一看 首先第一点 就是彭帅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了 他的网球实力 大家也都是有目共睹的 他在全球有很大的影响力 那么他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以后 我们看到全球 比如说有很多网球的这种大V 都是非常有实力的 在全球都相当有名的人 公开站出来支持他 这个影响力简直太大了 然后我们看到美国也在寻找彭帅 包括联合国也发生了 说的都非常明确 包括一些非常大的媒体 也在挺彭帅 整个他的这种影响力 全球的这种影响力 就是达到了一种非常巨大的状况 达到了一种 就是说你让北京 让中南海 让习近平 必须要回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如果你不回应 如果你还装容作哑的话 那整个在舆论方面 全球的这种压力会快速的发酵 那这个影响 那可能真的会让北京吃不了兜着走 那么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那北京要回应 但是北京对这个事情 他还真的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怎么说呢 你如果针对其他的事情 北京可以抵赖 对吧 可以不承认 可以说你们如何如何 反正我们就是正确 按照他以前的这种套路走 强力反驳 但是对于彭帅这个事情 他很难同样处理 为什么这里面涉及到张高丽 你只要提出张高丽这个名字 你只要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讲 不论你是怎么讲 它都会起到那种越描越黑的那种作用 就会引起全世界更多的人的关注 就会引起包括国内的很多民众的 这种强烈的关注 那么整体这个事情 舆论快速发酵起来以后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大家还一致的肯定会同情彭帅 肯定希望把这个事情搞得越来越清楚 那么这样的话 就会让北京会非常非常的被动 特别被动 所以对于这个事情 他们现在感觉就非常的无所适从 该怎么弄不知道 所以你看他发了一封信 说代表彭帅 好像是彭帅发的信 在那个就是中国环球电视网 还用英文发 就说明他非常非常的小心 非常非常的害怕 然后还漏了破绽 上面有一个光标等等 这我就不多讲了 第二点我强调 就是说面对这样的一个大的世界 他没有什么应对的方法 第三点 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国际社会 对北京已经不相信了 你看这个就是这个CGTN 就是这个中国环球电视网 他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彭帅的这个信出来以后 大家基本上是那种 就是不相信的态度 就觉得你这个真的假的 对不对 已经骗不住大家了 那么大家现在应该比较了解 这个北京的这个本质 往下往下走的话 就是说 怎么样大家才能相信呢 我觉得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彭帅出国 到国外去 在国外去接受独立媒体的 这种采访报道 这样的话 大家才有可能相信 你只要在国内 就是现在国际社会 大家也都清楚 你只要在国内 不论你是写了信也好 你是在网络里面留言也罢 或者你是接受电视台的采访也好 不论你的表情拿得多漂亮 大家都不相信 因为那都有可能是假的 而且几乎就是假的 那么 在这种情况之下 北京也不可能让彭帅出国 出国以后他怎么说 北京已经控制不了了 所以这个事情吧 也会形成一种巨大的矛盾 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情况 第一 影响力太大了 彭帅这影响力简直太大了 现在 而且还有可能会越来越大 第二点 北京没什么对策 第三点 北京也拿不出让人信服的东西来 他也不可能让彭帅出去 那么这个矛盾就会越来越深刻 越来越深刻 对吧 而且再加上最近 就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 另外的两位女士 一位女士是张展女士 这位女士 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去支持她 然后另外一位女士 就是孟宏伟的妻子高哥 他也出来露脸 来说一些北京 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等等 就会使全球的舆论关注 达到一种新的高度 它核心就是什么 关注北京的人权的这种状况 那么有人说 那你关注就关注 对不对 北京装作不知道就完了 你还能怎么样 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明确的着力点 这个着力点就是什么呢 在就是这个北京的冬奥会 不到那二月初吧 还有不到这个三个月的时间 这时间已经相当相当近了 那么现在美国已经提出来 可能要这个就是不让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 去参加这个冬奥会 那么其他的国家可能也有可能跟进 但是在这个决策之前出现了彭帅的这个事情 他就会把这个事情不断的往前促进 不断的往前促进 真的在两个多月以后 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全球杯葛北京冬奥会 不仅是很多政客不去 甚至很多有名的选手不去 甚至很多国家代表队就不去了 这个事情 真的很有可能变成现实 这个不是我自己瞎猜 他就已经很具备现实感了 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的事情 他对北京对习近平的冲击 简直就太大了 大家一起杯葛 你就说明你就是邪恶的 你跟我们不是一样的 我们不跟你站在一起 那么对于北京的形象 对于他在国际上的影响 特别巨大 那体制内部的话 习近平本人 他的权利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就是我们基本上能看到的情况 那么怎么办 我觉得就按照北京 目前状态 很难处置好彭帅的这个事情 他不论他怎么做 再加上一尊的这种加速能力 肯定会使这个事情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复杂 会使北京越来越被动 那么到了这个程度以后 他还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办法了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 把张高丽推出来 对吧 就是实在压力不行了 那也把张高丽推出来 对吧 就是承认彭帅 说的那些都是对的 让张高丽落马 那这种做法吧 这个北京要承受的压力 和代价也太大了 特别特别大 那你这么一弄的话 别的不说吧 全中国的老百姓不都知道了吗 这是什么事啊 多么荒谬的一件事啊 对吧 张高丽这个曾经的 政治局常委啊 那还不是委员 政治局常委 做出如此荒谬的这个事情 那么老百姓会怎么想这个体制啊 对不对 那整个这个民心就失禁了 那国际上就成了一个 特别特别大的笑话了 而且张高丽 后面那个江派人马 他们也不会同意啊 包括很多人 他们都有类似的事情 那你这一次 你让彭帅这个事成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也都有类似这样的事 对吧 另外一个人就是李帅刘帅 全都跳出来说 那我们也都跟着 就是不这个张高丽的后尘吗 他们也会想这个事情啊 所以说 这么做嘛 压力代价也非常大 所以现在吧 就是北京 包括习近平 他就处于一种两难的那种局面 反正吧 我觉得吧 现在就是说全球吧 大家就是对北京也好 对习近平也好 大家都有很多这个怨气 这次呢 很多人他抓到了一个这个明确的切入点 就是彭帅这个事情 明确的切入点 一起来 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这是一个痛点啊 就是辞尽 努力的深挖 这个事情呢 就会被对北京造成很大的冲击 全球开始都在行动做这个事情啊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分析了 往下啊 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啊 这舆论还会怎么发酵呢 咱们还 咱们也得一点点看 不过我坚信一点 还是那句话 很多小的事情在现在啊 都有可能最终导致这个体制的结束 不信咱们就慢慢看 行 今天就聊这么多啊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2 2 5 6 9 7 7